本大隊、政策隊、五分隊 於日前接過線報指稱有一個深信的通緝犯法 在逃亡期間,能從事、販賣、大隊銀行卡及各自等不法行為 本隊獲得審視訊後,立局、刑事局、第八大隊、第六隊 還有民動分局、偵察隊、陳專案小組 進行偵犯,並報請屏東地點署、吳文書檢案官來準備偵犯 經過多次的收證,掌握聲援的住居所 於上週向屏東保院來申請搜索票執行搜索 當場逮捕申請嫌犯,在現場必查扣蘋果電腦 比電、桌機、櫃台、手機四台、隨身碟有八個 U盾有三個、零年卡八張、存折有三十九本 金融卡有二十張、電話信卡有六十七張等證物 全案信號依違反、洗錢、防製法、還有個人資料保護法 來移送屏東地點署偵辦 本案的後續的相關的洗錢及詐欺作為 我們將持續的積極來作援偵辦 另外,身上已經有三件案子被通緝 一件是直字,兩件是真字 所以他有準備一個行李袋、內容物油、轉電、涼背、內衣服等生活用品 在我們逮捕他的時候 他也要求希望能夠讓他攜帶這個行李袋 能以電路獄、所謂滑網、揮揮出耳朵 最後提醒民眾 自己的帳戶,千萬不要交由他來使用 以免成為詐欺、洗錢的共犯 最後還是提醒 如果還有詐欺的相關遺體 可以拨打165專線來諮詢 或者加入本局的行李袋 以免成為大個粉專 獲得相關詐欺的有用資訊 歡迎